所以有些人很尊重我 Andy Law一向自我 但其實你的形象也很自我 但很多時我的取捨都是經過大家的意見 和我講出我的感受 我講成本大家不要再敏感 不是說真金白人才叫做成本 我要用些時間出來和大家聊天 我當然很樂意 但我會考慮一下 既然大家的反應開始冷淡 我會不會有些時間做其他更有意義的事情會好些 我不是說和大家聊天是沒有意義的 但當你見到這個形象一路改變的時候 一定是我的問題 因為大家完全不用負責任 看別人做節目看別人的狗吹 當你以為衝破200 好像有些成就 或者有些說話能夠影響到更多人 但這兩個星期都發現 不停跌跌到150左右 你不可以不檢討 你不可以不配有探掌 那些人這麼少人聽 這樣是不能負責任的 那你不經過檢討 或者去試試其他事情 你並不能夠 將自己發揮到某個點 是你不知道的 因為我做九催廿四有兩個目標 第一個目標是三個 第一個目標就是 我能夠有一個很正確和有效的渠道 將我對社會的看法和我的開心和不開心的 都是透過和大家分享 讓我自己的情緒 只可以舒緩 和可以減除一些痛楚 因為實在今時今日的社會會令我很痛苦 就算別人這樣說何俊仁 雖然他不是我的朋友 我都很賞心 我覺得很不妙 或者很不安 這是我自私的單方面 另外一個 我就是很希望 因為我的身份有點特殊 因為我做了這麼多年 見了這麼多年人 我一樣東西都好奇 一樣東西都很喜歡分析 很喜歡研究 但是我去到五十歲 就不應該有一個五十歲人有的成就 的時候 我就 曲線地說 沒那麼離地 我看到的東西 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而這個價值觀 我相信我自己很統一 還有 有一個客觀的標準地 我看那樣東西 是對自己的群眾 對香港人 或者對自己的族群 是有些 是有些 提醒 或者 不要提醒那麼厲害 希望大家聽到有益 甚至乎有些人認同 甚至乎有些人覺得 聽完之後 真的為了良多 有些人真的這樣跟我說過 既然有這個作用的時候 我想大家都知道多些 以及大家互相支持的一個平台 影響多些人 但是當這個目的影響不到的時候 那你是不是要想一下 用什麼方法 能夠影響到更加多人 那我就是 因為這樣的傾向 而令到我所想有改動的 那當然 一廂情願地 作為一個聽眾 調到你做到 做小光的鬼事 反正 我都是免費娛樂 反正你 開夜又有一個人 有話聲音 不錯啊 可以開音樂聽 起碼有些內容 會驚一驚自己 或者令到自己 好上一條氣 都是一個作用 那但是 當這個作用慢慢減低的時候 那便繼續 那便想一些方法 會衝破這個階段 我剛才所講的成本 就是 有時候你對空氣講 和對於一些人講 都有多寡之分的 而影響力也有多寡之分的時候 那我不是令到自己舒服 即是 Wall Zero Wall Zero Wall Zero 即是 其實舒不舒服 我個人是舒服不行的 因為真的 問題就是 我覺得 我怎樣能夠 在我有生之年 發揮到最多 對社會有貢獻的東西 即是可能 未必有人認同 我對社會有貢獻 你猜 你猜 但是我好相信 即是有很多人 有很多盲點 而透過那種 多角度的分析方法 即是我不希望 改變到你的取捨 但起碼是令到你 多一個想法的方法 多一個想法的思考 未必認同我的決定 或者那個 那個 conclusion 但起碼 我能夠令到 刺激到你 有另一個想法的方法 我覺得這個社會 已經很不同了 真的 所以 既然這個 影響力 降低的時候 我都要想 另外一些方法 去影響多些 所以這個 並不存在 我想舒服一點 那個 關係 反而好 因為我自己 因為我有時發覺 有嘉賓 故事失去 就沒有了九吹二十四 那種特色 還有作用 因為九吹二十四的特色 就是 跟聽眾一起吹 大家可以說出 他的意見 讀出來 更加大家 用不同的角度 去說回同一樣 於是 我最不開心 看到的 就是 有些人說了 太過離譜 無厘頭的事情 我想跟你困 不是代表 我要打壓你的言論 很多人 分不出 你跟他困的過程 你不認同他 不是代表 我要打壓你 正如你不認同我 你又說了一句 那我又拿那樣東西出來 再分析一下 我不會停 我不會吊完你就停 你再繼續打 我就繼續讀你的 那才可以令到 那件事更加 大家明白 大家想表達些什麼 但不知為什麼 我所遇到的人 在這裏 是困不到的 那有些人 就太誇張了 不來挑機 只不過說這件事 當然是歡迎你這樣說 那你又不用 覺得我小器到這樣的 只不過有時候 語氣上 我要堅持我講的 我認為相對對 那我同時 亦都在聽你講的 的時候 那我不知為什麼 原來香港人 是做不到這件事 即是 你非我 就即敵 即是 大家互相認同 唯一唯一唯 那當然是舒服 那我正正就不是這樣 他又覺得我是這樣的 就覺得我 嘩 要講你剛剛聽的 才准講 我從來沒有人 不准你說的 這件事 我不知為什麼 中國人經常都處於一個 躺在這裏的階段 經常都是被 喜歡做被害者 而突顯那個人獨裁的 這件事 我曾經被人硬了幾棍 那他不明白 那沒辦法的 即是 大家都是這樣想法的時候 那也都 我都沒有存在的價值的 真的